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在北京创办了德云社 后又师从相声大师侯晓文 其间又学习了京剧 平剧和北方字等剧种 这时候的郭德纲 已经在北京站住了脚 德云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 真正的实现了相声的二次复兴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 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负面言论 为了博眼球 表演节目话题低俗 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但观众更多的是从节目上获得欢乐 他们总是笑着看完 相声是来自民间的艺术 不可否认的是郭德纲让相声获得了新生 还有很多人挑衅他没上过学 他总是淡淡地回应道 可以没文凭 但不可以没文化 可以不上学 但不可以不读书在家时常给郭麒麟布置 二十四时 轻时搞这样的家庭作业 并说给不了儿子文凭 但这些知识都会让他受益中生 虽然郭德纲没有很高的文凭 但他的人文素养深厚 因为学相声对文言功底要求很严格 儿时就开始练功了他 记忆力和悟性要比常人高出很多 加上长期的古文 古籍补览下来 吉田不可谓不深厚郭德纲 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做文人 并在自传郭德纲好 这本书里开篇就写道 我在私底下是一个特别无耻 乏味的人喜欢待在书房里写字 听起 看书微博李贤侠的话 都丝毫不同于台上的张扬 生活中的郭德纲 更像是文人拥有着宁静的贤侠气质 时不时放上一幅作品 提上一些文字诗词 还加上一些人生感悟 东眉机制习青词装扮 寥寥几笔清新雅致 纸面有见淡江海无边 有着很深的文人情景 屏幕十分雄魂圆滑化的意境 反而醇厚朴实 时不时赠人字画 仿佛抖包袱已成惯性约 二字显现出本性的 有的画作可爱雅士或者幽默归邪 赠人的字画特点鲜明并且 用心淡貌似包袱 无处不在 书法已自成一体 很是生动且柔中带刚 有些画作完全能体现 郭德纲幽默风趣的一面来 眼中的万圣节 太阳已出红四火 二八佳人 把胭脂抹却抹却红 却红我却抹 这姑娘长得太含蓄了 这道确定是中秋节切却饼 画中的兔子也一言难尽 赠给杨师爷的寿礼 画中的猫精神抖擞 窗目九宗有神 寓意深远 冒蝶与冒蝶是已于双关 希望老人家在冒蝶之年 依旧身体健康 闲瑕时的最佳选择 当然是画上级笔 画画不 仅仅是自于 她还特意准备了作品 参加公益竞拍活动 并且拍卖成功了 为公益先生自己的爱情 郭德纲在娱乐圈的好人员 也是家喻户晓的 郭德纲与吴秀伯 郭德纲与葛优年初上映 那首次执导的电影 祖宗十九代 集聚三十三位大明星 由此可见郭德 当人员极好 像是跨界影视圈 首次拍电影 很多质疑 她专业素质 是否或应面对纷纷 扰扰的 她始终保持着感恩的心态 对待媒厂的演出 肯定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 最好 参加节目的时候 全力以赴 这精神尤其感人至深 面对别人的问话和调侃 总是能幽默又不识风度的回应 最经典的在一次节目 上小志对郭德纲说 再不青春 我们就老了 她幽默的回应 你再不老 我们就疯了 尽管外界看来 她已经很成功 她还是常提醒自己要保持处心 对这病 不识风 去文养 去不识世俗 原来你是这样的郭德纲 但愿每个人千帆归来 都仍是少年图文编辑字网络 完全归原作者 向作者致敬转载 紧坐分享交流 无设亲权 请联系 我们将立即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